那既然是好姐妹書裡面 爆料也沒有在客氣的 他們就說呢 宋米琴磨牙很大聲喔 就是那種會被吵醒的那種 對 我就看那一段就說 李玉芬 為什麼要講出來 他在訪問的時候說 你們爆料一下 因為之前是他稍微hold一下 沒有爆到那麼的 detail 我只有說他誰叫我擺toast啊 對… 然後磨牙就是… 但還不夠對不對 爆料不夠 要夠狠 更…更…更私密一點 OK啦 反正就全世界知道了 OK啦 好 這個沒關係 你老公知道嗎 他… 喔 這個題要小心回答喔 他如果知道就表示… 其實玉芬已經有講過 喔 對 是玉芬告訴他的 他沒有親耳聽過 哈哈 鬼才信 好 OK 沒關係 這個書裡這番外篇 但是還有別的爆料啦 比如說 其實像是玉芬 她每次出來都是光鮮亮麗 這幾年紅番了 但其實私底下是有些潔癖的 就是很多細節 比如說男人的鞋子 你要很在意 喔 對 對不對 好 這邊檢查一下我們第一排的大哥 因為其實我們太太外表了 對 就外表當然很重要 但你更重要的是鞋子 為什麼 不知道 就覺得鞋子是一個人的… 他如果鞋子很乾淨代表他真的就愛乾淨 因為鞋子很容易髒嘛 是是是 很好很好 所以衝著你我今天穿新鞋來 哈哈哈哈 趕快換一件新鞋 想說要你下一個好的印象 好 除此之外呢 你還有嚴重的潔癖是不是 其實我沒有到很嚴重 沒有到很嚴重 只是一些小小的潔癖 喔 多小 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桌上如果髒亂了 你就會去整理這樣 因為我容易掉頭 就是女生頭髮容易地上會有 然後我就是頭髮不能在地上 我一定看到就會把它吸起來 喔 對 忍不住就要去親一下這樣子 對 好 對 他們只有講不能坐 穿外面衣服坐在我的床 對 就是從外面工作回來 如果還沒灌洗的話 是不能坐在李玉芬的床上 對對對 除非脫光 脫光我可以 欸 這樣我們會有畫面 你記得玩谷 那有汗脫光 有汗不行 對啊 你很傻欸 脫光會有汗啊 你傻傻 搞不好衣服還比較看淨 對不對 你這什麼邏輯 我想逼他們 哇 你很棒很棒 你這讓我們有很多想像空間 謝謝李玉芬 好 這本書呢 就是這麼的真實 它不是只是一些大道理 也不是什麼專業的 什麼嚴肅的分享 這三個姑娘就在談笑風聲之間 還有工作人的爆料之間 還有化妝師的爆料之間 讓我們更加了解三個人的